哈喽各位小伙伴 10万元的家用SUV呢 如今的竞争呢 是越来越激烈啊 也是越来越紧 除了价格之外呢 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呢 汽车上商呢 也都下足了功夫 这不呢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 10万级很有代表性的一款车型啊 全新一代瑞虎7PLUS冠军版 那么这台车呢 早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呢 就正式的上市了啊 9.99到11.99万元的一个售价 其实结合它的产品表现 真的没有什么可挑的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来到店里 大家看一看这台车 那么首先从设计方面来说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前辆啊 其实从整个正前方看回去呢 这台车呢 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并且呢 我觉得也非常大气 整个中网呢 采用的是这种直铺式的一个进气格山啊 那么它的下包围呢 也是造型非常的夸张 并且呢 有一条红色的装饰条来点缀啊 所以说也是赋予了这台车 更多的一个年轻的属性 那么来到车身侧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台车的车身呢 还是比较紧凑的 那么整车长度呢 是4530毫米 轴距呢 是2670毫米 那么上方呢 配有一个黑红双拼色的一个行李架 与此同时呢 再配合它这个双腰线的设计 以及这套18寸的一个轮圈 其实整个车身的侧面呢 还是比较显他的一个运动属性的 并且呢 在递住这个位置 它的玻璃里边呢 还有这种图形的一个点缀啊 所以说 也是让这台车看上去呢 更有辨识度 那么来到车尾部呢 你可以看到啊 它的一个尾部造型设计 还是非常的饱满的 并且呢 很有层次感啊 上方呢 有一个比较造型别致的一个尾翼啊 并且中间也是带有这种红色的装饰条 来进行点缀 那么中间这个位置呢 采用的是一个贯穿式的伪增组设计啊 并且呢 中间带有齐位的一个品牌的英文标识 下方的造型就比较夸张了 你可以看到 采用了一个双边共四处的一个杜戈排气装饰照 并且呢 内部呢 也是带有这种红色的装饰条点缀啊 所以说 整个造型设计呢 在满足家用的同时呢 也是赋予了这台车很多的一个运度的一个装饰属性 所以说 也非常适合现在的一个年轻家庭用户啊 那么至于它的行李箱空间怎么样 咱们打开来看一下 那么在高备车型上呢 这台车呢 会带有一个电动尾门啊 其实打开后备箱之后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近身 包括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容积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后备箱很平整 并且呢 第二排座椅呢 也是支持一个四六比例的一个放倒啊 并且呢 在两侧呢 还带有这种小的挂钩 也是增加了一定的实用性 那么作为你全新一代RU7 Plus冠军版的车内呢 我觉得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它整个车内的质感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包括它的中共台 包括它的出门版 都采用这种大量的软性材质去进行包裹啊 并且呢 在这个中共台上呢 还采用这种类似于拉斯铝的一个试板 并且呢 它在换档杆可以看到 还是采用这种类似于水晶的一种材质啊 整个呢 我觉得对于车内质感的提升呢 加了不少的分啊 那么座椅呢 你可以看到 它呢 采用的是一个一体化的运动化的座椅 并且座椅上呢 还带有这种零行格的一个装饰 整个的一个柔软程度 包括它的一个包裹性 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那么在科技感的营造上 这台车采用了一个24.6英寸的一个联屏设计 并且呢 它的车机系统采用的是一个熊师智云5.0的一个系统啊 它的界面设计非常的简单 但是它的功能性呢 也是非常的强大 包括导航语音交互 然后CarPlay 所以说整个内饰呢 我觉得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质感来说 还是从它的科技感来说啊 确实都是没什么可挑的啊 真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棒的 而在配置上呢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个24.6英寸的联屏设计 还有它这个熊师智云5.0的系统 包括这个索尼的定制音响 这台车呢 都是全系标配的 所以说从配置上呢 也是非常的有诚意啊 那么做进全新一代锐虎7plus冠军版的第二排啊 首先要说的是得于2670毫米的轴距啊 所以说整个的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满足家用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可以看到腿部空间 还有包括它的头部空间呢 都很充裕啊 并且呢 它的坐垫 你可以看到也是非常的柔软 而且呢 也很长 对于腿部呢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承托效果啊 此外呢 就是它第二排的地台呢 中间稍微有一点点凸起 但是呢 我四二码的脚 其实放在上面 是完全能够放得下的 所以说坐在中间这个位置呢 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局促啊 那么在后排配置层面呢 车顶上方的配备了一个尺寸 达到了1.1平米的一个全景天窗 并且这个天窗呢 是一直能够延伸到你的头部的上方的 而且呢 包括后排呢 也是带有了空调出风口 还有一个USB接口 还有一个小的主角 所以整个后排呢 无论是从它的一个乘坐表现 还是从它的一个配置层面来说呢 还是非常的实用的 可以说这台全新一代锐57plus冠军版 它整体的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大 并且呢 它还搭载了第四代昆蓬动力1.5TGDI 并且匹配了7DCT变存器啊 再结合它这些标配的配置 其实放在10万元这个价格区间呢 我觉得它还是真的非常有诚意的 并且呢 在前不久呢 这台车呢 还推出了一个非凡版车型 售价呢 是11.19万元 也是再次丰富了整个车系的一个选择范围啊 如果说您的预算呢 也在这个价格范围之内 并且呢 有追求一台高性价比的紧凑型的SUV 我觉得这台全新一代锐57plus冠军版呢 还是值得考虑一下的